來 教你運用設計圖 規劃出最佳格間 它的格局裡頭 一定要注意到 中間在這個地方 還好不是這裡 就沒有錯了 其次就是 每個房子都會有柱子 這個柱子存在是防中針 把它做 讓這個針永遠不再出現 爐灶問題多得數不清 這也嚇得耳根子硬的小馬 不得不解決 我們說灶有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雙水滅火 這個灶火會不忘 最害怕是很多人灶的方向 要天門對父親的健康 你父親的緣分 都會有大大的影響 好啦 就這樣子了 我認了啦 真的 做了 溝足有福啦 今天老師要教大家 如何利用平面圖 設計出最好的風水格局 避免讓你在裝潢後後悔莫及 等一下 我先禱告一下好了 你今天禱告來得及嗎 因為基本上我們節目 已經去過那麼多基督徒的家 然後你知道還是有很多 像你一樣淺誠的基督徒 就是對於風水 會有一點點心靈驗的小排斥 總是覺得好像跟你的宗教不太符合 對 有點不太相信風水跟科學的關係 對 可是其實風水跟科學是可以解決的 對 但是因為這位藝人呢 其實基本上他是我們非常好的朋友 對 然後呢 我們千拜託萬拜託 拜託的八季 天才華姐都已經給我們拍了 可是他 我昨天看到荒蕩的時候想說 小馬 哪一個小馬 然後我們說就是那個小馬 我說怎麼可能 他這麼淺誠的基督徒 而且我們拜託他 真的非常久的時間 他一直不給我們拍 沒想到這一次竟然答應了 可是我覺得他應該是有點 想要挑戰老師 因為他的個性一定是這樣 他才會答應 他來看看老師到底要說一些什麼 他準備下來主管的 對啊 結果今天又派出這樣的老師 他已經在旁邊添光了吧 貪幽 貪綠 只是一匹小馬 就算是千鞠萬馬 我也不會放在眼裡 有豬 對啊 你需要這樣的驕傲嗎 有什麼好怕的 我單槍匹馬會小馬 我今天就是要挑戰 再破再爛的格局 我要用六大祕坊 來去破解所有人 對房子改造的迷思 我是 老屋風水開運的大沙子 他這裡還沒到老屋吧 對啊 蠻新的 蠻新的 但是他將來要去買新房子 他有很多的迷思 很多的衝撞 衝擊 以及徬徨 我希望讓他一次聽到夠 而且在設計房子上面 讓他來馬上屋上市 所以你今天還會教我們 不管是我們已經委託人 還有觀眾朋友可以參考 就是就算在爛的格局 也可以改變成好事 越爛 但我改的越有成就感 除此之外 找到 說到桃花 他今天應該有大挑戰 因為他前陣子好像差一點 要聽到他的好消息 對啊 結果又差這麼一個靈門一角 沒錯 他整個就是已經很想 很想要成家立業 就是好想結婚 可是怎麼辦 一直遇不到一個對的人 對啊 而且我今天準備了秘密武器 什麼 把科學 什麼秘密武器 讓科學跟玄學 做一個破失去的大結合 可以嗎 是的 老師要結合高科技 讓大家在聽解的過程當中 更加的淺顯易懂 而小馬主持行腳節目 在家裡擺滿了各國稀奇古怪的物品 就是這棟房子的風水 讓他租到十五年 終於獲得金鐘獎的肯定 而氣勢如虹的他 也買了另一間更大間的房子 但在裝潢前 老師要先用平面圖 教他怎麼做隔間 究竟要怎麼布局 才能幫自己的運勢 打個預防針呢 你看 就這一間吧 你們聽到 你看一聲又好像腳配踩到的聲音 結果又累了 老師 他完全不把你放在眼裡 還在唱歌 他整個在跟妳大嗆聲 完全沒有把妳放在眼裡 雙腿 雙腿 你看妳白成這樣 我今天要讓他知道 沒關係 我今天要讓他知道 什麼叫做風水的奧妙 跟他的一個開運的一個奇妙 他怎麼不把你放在眼裡 對啊 你在這邊唱歌唱得這麼開心 把我當手 好啦 又 警察 警察菱姐 又 嘿 還在唱歌 你也太過分了嗎 不是 你太過分了 對啊 憲哥 怎麼樣 開玩笑 大家要練歌 我是歌手 你是今天老師風誠伯伯 我要來會你一下 然後結果你不把放音 我是以歌聲來邀請他 對 他就是我心目當中的 我剛剛那個是贏兵曲 你知道嗎 贏兵曲 你是不是出過夏威夷 沒有 我們剛剛以為你在家裡 什麼家具掉下來 找到什麼家具 沒有 莫子 是 是 我跟你講我們出去世界各地 都有贏兵曲 今天是贏我三位貴賓來我家 韓社小宅 你們家好漂亮喔 小豪宅 對 這個很漂亮 而且剛才出了你們這個 裝潢花滿多錢的 沒有 你不覺得我的裝潢 感覺到就是感覺到是一個 出外景節目的主持人的感覺 比較野性 怎麼說 因為你腳踩 什麼 我看到 真的 我打到的 你打到了 非洲影巴拉 鄧玲陽 真的還假的 真的啦 那那棵樹呢 那棵樹 也是他打回來了 喂 不是是這樣 這九瓶藍 人家以為是假的對不對 對啊 好像假的 那它是真的樹 真的假的 真是九瓶藍 為什麼叫九瓶藍 我也不知道 叫九瓶 就是那個九瓶 就是那個九瓶 九瓶藍 好酷喔 然後一年只要攪兩次水就好 一年攪兩次水 它是非洲沙漠的植物 所以其他他要拿來放一些照片 很適合更乾的在家 他喜歡有一些照片 跟他有一些陪伴 那這一次也是你打回來了嗎 對 而且很難打 喂 我怎麼在動 他說對 這一次是全世界 唯一只有三隻人 是在我家的 聽說你們家很多都是 電動 聲控 自動的 科技 高科技 藝人界的什麼 對 我是藝人界的 鋼鐵人 藝人界的鋼鐵人 好不好 請開 開 看到沒有 聲控 都是聲控的好不好 這麼厲害 好不好 再一次 要準備來囉 關 有沒有 那還有什麼高科技 高科技很多 我跟你講 我們家的電器也是可以聲控的 漂亮 這台幾吋 這台50多吋 好薄喔 你先賣 非常薄 應該是最新的 吹彈可破 不要用手碰它 對不起 不是跟你講說這是聲控的嗎 開電視 我看到 我看到 Smart Hub 出來了 Smart Hub 剛剛有點黑暗 好不好 像我們一般 因為它這台就是連接電腦 我在家裡面打電腦的話 例如說 Facebook 好厲害 馬上連結就出來了 太方便了 對不起 我有 這是老師 這是我的臉書 我的粉絲攤 對 無用 你怎麼做我的粉絲攤呢 因為你 偷看我的臉書 不是 我今天知道你要來 然後我特別把他這個 粉絲攤叫出來 然後在你面前的親自看他刪掉 刪掉 張刀欣刪掉 刪除 真的假的 沒有啦 有粉絲攤 而且它 不只是可以伸口 手本身可以跟它有互動 什麼 互動型的 對 它互動型的 這好新喔 非常新的 你把手放到前面的讓他刺一下 沒有啦 然後把手移下來 我還可以按讚 按讚 你看 老師我給你一個讚 瓜哥你真的是我自己大哥 老師你終於有兩個讚了 你們兩個 我的粉絲攤很爛的 那另外一個是剛剛在測試的時候 對 第二個就這樣 很多 拜託 兩個讚不錯 但是今天很謝謝老師 還有小禎 雙禎 對 我好朋友來我家 在做什麼 我家的桌子 朋友跟朋友 講到風水就是硬碰硬 好不好 實話直說 這個房子 雖然我跟小馬都不太高長的 但是我們 我們人不高 但是我們 志氣高 天羅是指 就是我們做的 挑高 真的特別挑高 這挑到板 你看 現在我這邊是因為我上面有音響 你看那個腳架 腳架樓的地方是更高 大概3米6 差不多 所以這裡是可以讓人家做加乘的 你基本上是可以 你要做是可以 但是我只有做一點點 因為我有一個人住 所以基本上我們以前在談什麼 錢朱雀後玄舞 左青龍又白虎 其實天羅跟帝王都要聊一下 在客廳 天花板高的 代表客人的身分比較高 男主人高高在上 叫做飛龍在天 無所限制 這代表男主人的地位高 空間高 那很多的房子也許會造成 可能客廳比他沒那麼高 他的 書房高 書房去寫功課 辦事情 代表智慧高 我書房剛好在上面 所以智慧 真的 太假的 天啊 我也知道 超明決定 我已經到決定的一個狀態了 你看到沒有 快滅頂 那有的是 很巧的正好是 兩三樓這種透天房子 很巧的是 代表夫妻兩個人成就高之外 他們的感情 穩定性 都是向上提升的 所以說那子高叫做天鱸鱸鱸鱸 千萬記得 不要小孩子高父母的愛 那就一路被壓 沒大沒小 高之愛 所以你有一個女兒 她知道 她現在女兒每天回家都 沒回到你夠進去睡覺 睡覺 不准她女兒長高 你看到沒有 所以這樣會小吃大就對了 對 所以千萬不要小孩子的過高 那麼就造成大思想高吃 那這樣子講起來 你基本上當初買這個房子的時候 就是你知道 你的設計就是有加分 其實剛開始買這個 是完全空的 我進來的時候 純粹是因為採光 採光 對 我的床那邊的採光 現在感覺不太出來 妳感覺不太出來嗎 有 這裡給我採光 沒有 這個也是壞掉一個 等一下 因為你現在這一大面牆 就是電視 然後就也沒有什麼燈料 不 妳看我的房間 房間是很燈料 就房間採光 對 本來其實她的意思是說 這房子遠景 遠景很好 遠景還不錯 所以你搬進來之後 有什麼改變嗎 我搬進來之後就得金鐘獎 真的假的 你搬來這邊多久 我搬來這邊兩個一半 所以妳就得金鐘獎 我得到金鐘獎之後 第二年又入圍了 真的假的 那你現在這房子 你現在外面有 是有買新房子嗎 那你這樣可以住 可以借給我們兩個住一下 對啊 小珍佩珍 也渴望讓風雪有關係 拿到金鐘獎 這間房子的得獎原因 在於客廳挑高 以及書房高高在上 興旺主人的事業運 此外 如果主臥房挑高 可以讓夫妻感情入無交四期 但如果主臥房沒有挑高 小孩房卻挑高 就會造成小孩難以管家 除此之外 夾層屋規劃得好 讓你上天堂 規劃得不好 反而會讓你厄運連連 究竟夾層屋還有哪些禁忌呢 教你運用設計圖 規劃出最佳隔肩 它的格局裡頭 一定要注意到 它畫對角線 中間的這個地方 還好不是這裡 就沒有錯了 其次就是 每一個房子都會有柱子 這個柱子存在是防中針 把它做 讓這個針永遠不再出現 可是老師很多這種夾層 就是因為他自己個人住 所以他可以把它做成 是他自己利用擺放 儲物的空間 但是很多人的家裡 比如說他可能兩三個人住 他就會把它得出來 變成房間 對 那夾層底下不能是什麼 夾層底下一個 幾個大語言 第一不要有 爐灶 跟我們說的廚房的意思 完蛋了 那麼在上面的人 在上面的人睡不穩 坐不穩 火燒屁股 火燒這個屁股的意思 所以千萬請夾層下面不要油灶 第二個我們知道 抽氣是往上面伸的 夾層下面不得已 也不要用廁所 臭氣 衝什麼 衝天啊 所以不適合 第三個 夾層有個特色就是 有一種 莫名的壓迫感 對 它絕對不會高 所以放床的話 有一種我們說的 壓床 壓頂的意思 也盡量不要 可是也有它適合的擺設 夾層的下面 因為比較暗而無光 是 廚藏室 衣帽間 貨房 我們說的保險箱 保險櫃 都是聚財的 怎麼了 我真的是 我真的完蛋了 你剛剛說 對啊 完蛋就在哪裡 因為它講的都是對的 因為我剛好是放衣帽間 太巧了 剛好這麼厚的 對 因為那個衣帽間 它因為夾一個格樓 那我想說Walking Classic 那那個衣帽間的高度 剛好是我可以走進去的高度 所以你頭髮不能輸太高的 不能輸太高 有時候我頭髮衝過來會卡到 你的腳腳腳卡到 很累 裡面有一個我的更衣室 對 其實老師有講過 風水這個東西 大家都以為說 你是什麼樣的運氣去選 你是什麼樣的風水 帶著什麼樣的運氣 可是其實是 你現在正在走什麼運 你會選擇這樣的擺設 所以你到處就是運氣很好 你就選到這個好房子 然後自己莫名的有好的設計 可是還有一點 就是我覺得它可能 第二次入圍沒有這種原因 很可能在於它在這邊的環境 你看它的這個 那邊也看得出來 哪邊 我好緊張 你坐好 等一下 你看 你看看你上面是什麼 這個上面的上面還有一個梁 下來還有一個鎮壓是不是 真的 對啊 雖然是剛剛很敲高 其實沒有太大的壓迫感 奇怪 但是還是覺得上面 突然間我有點來到夜店的感覺 那是夜店好像 年紀這麼大的店 對 年紀的阿公 你讓它整個這樣壓下來 這叫做 當頭棒喝 什麼 當頭棒喝 上面一個梁有沒有 其實它跟棒子一樣的 敲到你頭上 代表說男主人 真的是工作壓力很大 搞了雲頭轉向的 一個頭兩個大的 這是一個備受壓力的客廳 但不代表說它沒有成就 但相對的付出多 得到的有多 那危險性也高 其次 它這是不是一個投影機對不對 對啊 如果投影機懸空的話 掉那邊的話 那就叫做 重物 就是我們之前說的 梁加一個板子 是可以抵擋這個 所以這樣不算 但風水裡頭 看不到的煞氣 就不算煞氣 很簡單 風水很簡單 很科學 但如果剛好它是別的顏色的話 就是很明顯的 你這裡看上去的話 沒有看到為原則 對啊 我看不到 有什麼東西啊 這上面裝了什麼東西 因為你都用白色的 還真的看不太到 佩根 剛剛什麼東西 我沒有看到 但是我很好奇 你已經有這麼棒的電視 你幹嘛還要投影機 我喜歡 其實我很宅 你看它真的整個 那個叫什麼 環繞音響 我這邊 我這個桌子底下 是一個重低音的喇叭 那因為我剛好在邊 今天所以晚上回來的時候 租DVD回來的時候 不管是打電動 看電影 我就很小時候 我自己在家裡面的這樣子 可是你隔壁不是還有一間 不會吵得到嗎 沒有吵到他 他後來還會 好帥 不要害怕 我們有不抱你嗎 不要害怕 我們親木鈴 我們親木鈴 開玩笑對不對 藍光 你們家真的除了這些擺設之外 還有很多馬 我叫小馬 就因為叫小馬的關係 所以你覺得 因為我覺得一個人 一定要有一點點的收藏 那收藏品 不一定是價值的多寡的問題 是我到資格格 我看到有什麼馬 我就把它買一下 就越買越多了 因為你常常跑世界各地 所以我能相信 你一定有收藏 非常多這種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馬還有帆船 我很喜歡 帆船 帆船不錯 手工的帆船 這帆船真漂亮 對啊 這手工的啊 對 手工的 這是鎮和下信仰那艘船的 沒有 我跟你講 它鎮和下信仰那艘船 我是送給誰 你知道嗎 誰 我送給馬國畢 因為馬國畢姓鎮 然後另外一艘這個船 還有另外一艘我送給歐帝 隨可在舟 亦可覆舟 你喜歡的跟你選的 跟開運的是三界的事情 那馬人人都愛 有的人是用繪畫 有的人是木雕 有的人瓷器 有人銅雕的 馬就是一種生肖 在五行當中 但是四合放馬的就是 如果生肖是屬這個 我們所說的虎 它的生肖是屬狗的 叫做三合 錢財進來 那麼我們說出外貴人扶持 非常加分 但是重點是它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真的是屬兔的 或你屬雞的 比較 就不要強求 會怎樣 就是事業 各方面愛情 各方面 尤其是貴人 都是比較受多阻礙的 所以 更重的就算是 馬本身在五行中是 那馬本身的顏色材質 有很多的選擇方法 火跟木相生 木雕的馬就絕對加分 如果是紅色的馬 或是琉璃紅色的 也加分 對 吃也是紅色 對 紅色 那本身米色 米色屬土 火土相生 也是最好的 所以紅色米色跟我們所說的這個 有加分的這個 都是屬於材質 都是加分的 磁器的馬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千萬注意 我有 磁器的那邊 OK 我有 我有磁器的 再選擇 碼頭盡量要向外 碼頭向外 碼頭下內的不工作了 馬的擺放 你還是搞不清楚嗎 讓我們再為你整理一次喔 身上沒帶錢的馬 頭一向外擺 以衝刺事業 而有帶錢的馬 折虛向內擺 才能夠帶財進來 而生肖屬羊 狗 虎的人 擺放馬可以提升運勢 但生肖屬兔 雞的人 和馬產生相迫 就不適合在家裡擺馬喔 最後馬的材質 以為木頭 琉璃或是磁器 而顏色最好選擇紅色 米色或是綠色喔 那我屬牛 我適合咬馬嗎 嚴格上說來並不是那麼適合 怎麼 為什麼 小馬的精心收藏 全被老師給否決了 廚房煞氣一箱筐 逼得小馬怪怪就分 我們說燥有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燥在哪 這個雙水滅火 這個燥火會不忘 最害怕是很多人燥的方向 在天門對父親的健康 以父親的緣分 都是有大大的影響 好啦 就這樣子了啦 我認了啦 我認了啦 就是 做了 做了 那我屬牛 我適合咬馬嗎 嚴格上說來並不是這麼適合 那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牛跟這個馬 我們俗稱叫做相害 相害啦 會喔 相害 對 但是在我們做的五行 八字野頭是相害的 所以 那你需要這些地方放這些嗎 我要禱告 這是破壞這一切的 這一切的寶貝 所以老師你的意思是說 只要家裡有放 十二生肖裡面的動物 其實都有跟生肖要配合就對了 當然這是傳承千年的影響 那船呢 船很簡單 一樣是船 那馬國畢為什麼會走下坡 船有分 商船 貨船 帆船 戰艦 軍船 這個代表不同的職業 如果我是一個求職業的人 或是要衝好就放軍艦 我想很多錢都進來 貨櫃船 有的是我靠海吃飯的 但漁船也是很重要 重點是你這個船 裡面放一點金銀珠寶 你說什麼 瑪瑙或錢 就是一艘財船 放一些水晶小元寶 對 放錢可以嗎 那你只要到國外出國 到各地去對不對 你就放各國的錢幣 然後大船入港 只要有出去 錢就會進來 這就是船的大意義 所以我猜 你應該送給毛國畢那一艘 應該是鐵達尼號 我覺得有一點可能 因為上面的英文 我好像是踢開頭的 踢開頭的叫Titanica 好像是耶 是嗎 真的叫Titanica Oh my God 不好意思 人家騙我說是正合俠氣 應該講說 我們不要把它 把船放大這麼樣的 好像很可怕的樣子 它就是一個鉛 補一個畫 抽一個鉛 這樣子大家就懂意思了 所以其實像你這樣講的話 如果家裡夠大 它可以把它擺在門口 但是船頭是巷內 然後每天出去 就丟一點零錢 也是 叫做日清斗金 大船路 你說船巷內 船頭巷內 對 你說我 因為我買新房子 新房子比這個大 你就講對了 新房子對不對 對 對 我本身是老房改建的風水上 真的 好像不會 風水頭叫做 在外面漂泊 我們桌伯人喜歡安定 喜歡站在大土土地之上 好像一換手機了 開玩笑 對於改屋 去買新房子有沒有 我們今天就走科技路線 大家都說 我告訴你 很像那個五九一租網對不對 不是 這個是 這個科技 高科技 所以你用你的手機 然後直接把訊息 連接電視 我們時常 因為時常很多問題有沒有 光講光模型 還無法表現出來沒有 對 我也覺得 所以我們現在就必須要走 高科技的方式 而且你這樣如果投到電視的話 我們等於就不用再 另外一邊的 進去了 來 厲害了 高科技 高科技 這是一個格局就對了 對 那個平面的格局嗎 對 沒有 這不是我家 這不是我家 我跟大家做個解說一下好不好 很多房子 由上往下來看 對 很多會形成 這種屋形的話 由上往下看的話 是火災連連 火氣很大 而且很容易有爭執跟衝突 火星房嗎 對 火氣房 第二個 很多的房子 如果這房子 如果沒有這一塊的話 沒有這一塊 只有三分之一的話 叫做缺角房 缺東缺西 什麼都沒有 所以老實說它這樣不算嗎 這也不算 這比例沒有超過三分之一 都是好的 OK 第三個更可怕的是 有的房子是 L型的跟J型的 跟鉤子一樣的 那也是一種兵器 也是一種兵器 而且很像槍有沒有 鉤子 像槍 也像把鐮刀 對 鐮刀的那種房子 是永遠住在刀口上面 沒有 更可怕的是 有的房子上往下看的話 它是一塊 一塊 鉤子型 鉤子 就像刀一樣的 永遠無法脫離 搞不好 這個木工呢 不是 木工也怕刀 這個頂尖的木工 每次都 所以你的意思 我們要買房子的時候 就一定要從上面 往下看就對了 不是 拿到它的這個平面圖 平面圖 先從平面圖 那時候我們要去租 整整機 到上面這樣 到上面浮 到底下的人都 走開 怎麼會 老師你這圖 可以再放大一點嗎 可以的 你看有沒有 有 是不是 兩隻手 然後你要握拳 握拳 往外拉 來 轉彎了 我要試試看 好陷 低一點 對 你這個真的很高科技 小米 厲害 慢慢來 然後往外 對 對 拳頭 好厲害 完夠了吧 換我講解好不好 好 轉過來 重點來了 每一個房子 重點來了 每一個房子都會有柱子 對 這個柱子存在是防中針 你要用各種不同的技巧 把它做櫃子也好 或是做隔板也好 讓這個針永遠不再出現 OK 其次就是 這個房子 你要注意到的一點就是 它的格局裡頭 一定要注意到 中間 中間在這個地方 還好不是這裡 就沒有所謂的防中針 側側 這邊沒有防中針 小鎮你把手放下來 我看那個浮標我頭暈 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沒有防中針 老師說還滿缺勉的 老師也是說這樣子 畫對角線是不是 對 畫對角線 對 只要不是在中間就沒有關係 對 其次 這個是結構 大家敢了解它的途徑 我們看它的客廳 下一張 下一張 漂亮 高科技 我看到 厲害 他講下一張就出現 對 這是原來的中古屋的結構 後來經過我鑑定之後 他發現幾個問題 長話短說 一 廁所在前面 是不好的 廁所在前面 第二個 他這裡是臥室 這裡是客廳 犯了我們一個 對 他犯了我們一個叫 民房暗廳 那麼男人會比較沒有鬥志 成就受限制 這就是危機 這時候我們必須要判斷 到底有沒有買的價值 買房購屋或是重新翻修 收看風學有關係 保證讓你不吃虧 拿到平面圖後 先看家裡的格局 防不防震 如果缺腳面積 超過整體面積的三分之一 就會形成缺腳房 而同時也要避免家中的輪廓 呈現L型 鋸齒型 或是三角形 都會造成運勢不順 另外將房子 劃成兩條對角線 正中央不移為柱子 樓梯 廁所 或是沒有採光的客廳 最害怕就是 我們大門有個 穿心薩的糧 最可怕 這很難改變 其實就是 要改變廚房都還有舊 但是廁所廢掉之後 管線的問題 造成地的高高低低 這是看中古屋的一個重點 我們這些牆壁有沒有 都可以打 只是柱子不能改 這是重點 其次就是說 我們看完之後 發現這房子還有舊 雖然這裡有回風煞 所以都沒有樑柱 都還有機會來改變 我們再看改造後的圖 有沒有看到 整個格局完全不一樣 有沒有看到 沒有那個樑了 漂亮 是不是 每一個房中針都經過 老師改造之後 隱藏於無形之中 其次 這邊是亮 這邊是亮的 叫做明客廳 房間後面是暗的 明客廳 暗或是 OK 然後這邊製造了一個 合室跟客廳共用的 存在的一個空間 這個樑又經過 TV座的包裝之後 還有儲藏室 使它整個柱子樑都不見了 真的 那麼形成一個 每一個方針的客廳出來 本來在這四個樑嘛 對 對 方針都包起來了 對不對 最感到驕傲的就是說 一般呢 會把這個地方不弄牆 喜歡開闊的 把餐廳跟客廳在一起 對 那就是虛榮 所以老師建議他 做一個牆 把廚房放這裡 等一下 不好意思 因為我新家 我就正打算做一個開放式 看什麼連結廚房 他說你虛� 開放式廚房連結客廳裡 說我是虛� 為什麼呢 為什麼 你說清楚 今天我們來考個試好了 這裡面 我覺得你放在別人家 這邊比較好 喂 來就煮飯對不對 來 我覺得廚房的話 你剛剛說這裡是客廳 對不對 這裡大門進來 那我覺得廚房應該放這裡 對 因為這裡合室 這是臥室 廚房放這裡沒錯 對很好 那我把這個部分 來 下一張 這就是我們說的 藉由這個隔間的方式有沒有 這個部分就是廚房 進來 然後這邊是餐廳 那麼左青龍又白虎 龍明亮虎不怕臭 所以餐廳跟廚房在這個地方 主臥室不外露 後有靠 這就是非常好的一個 建議大家在裝潢房子的時候 客廳先來 再餐廳再廚房 然後臥室希望安靜 老師那你這樣講的話 那我就硬要做一個開放式廚房 連結客廳 你剛剛說是油煙會弄在家具 對… 可是我原來可以從會洋台抽走 對啊 中國的風水稱為 行煞跟衛煞 行就是火看到 開客廳看到燥火 就是容易意義煩燥 那麼彷彿就是在客廳放火的意思 那男主人心情不穩定 這是第一個 行煞 第二個 油煙 我一年都不煮油煙 可是它如果再煮的話 油煙造成我們的家具 客廳家具的破壞 叫做衛煞 你不煮跟你不用 跟有沒有這個格局是三件事 可是他說他有醉油煙機吃燒焦 而且我365天都是吃薩薩米的 對 我都吃乳煙 你再有點任性了 乳煙煙的薩薩米 我沒有油煙的問題 但是多少你煎個蛋 油煙一定都會飄進來 我的天啊 是因為老師 我們之前好像在那個 不知道誰家的 一個陌生人家裡的格局 他好像也是 他好像比如說也是他把廚房 比如說他進來這邊對不對 然後他把廚房放在這邊 然後開放式 他是把他藏在很後面的 那個開放式就可以不是嗎 對 那叫做 李建光 李外不是人 主播家裡面對不對 他是 眼睛看不到照為第一原選擇 第二個他轉了一下 油煙不會直接到客廳 是不信眾的大型 我們不要赤裸裸的 把這個照火跟油煙直接外放 改造物質的話 這幾個大原則 還有我們採光後面是 沒有採光 前面兩邊都有採光 對 格局每間都方正 然後梁柱能化解 門能夠不對門 側沒有充塑 都是考量最重要的一個 基本要素的 老師你家應該換這個 你現在都會這樣超薄的 壁掛起來 根本像一幅畫一樣 對 而且在空間利用上 也能夠彈性更大 而且你看他 我是覺得他是 基本上無框 沒有什麼框 他不佔那個 他就是這麼大就這麼大 這台電視最主要還有一個功能 是因為我們常常看那個Youtube Youtube上傳每個影片的時候 他那個上傳的人不一樣 所以畫質不太好 可是這一台你知道 Youtube上去之後 它會幫你自動喬到影像非常多 喬到每個都李安拍的 對 對 高髮子 所以他就很犀利 很犀利 而且其實很多人 他現在會把這個當作 真的是畫 然後裡面就放那個照片 照片啊 我是因為這邊有一個 我的那個展示櫃 所以我才把電視不會相處 像在裡面 對 如果是一般的話 它的軟度 你可以砍到 砍到裡面去 非常漂亮 整體一致性有沒有 舒服 好啦 老師 今天大概整理了這一些 所以大家就是買房子的時候 去整理平面圖 然後出來把這個 量度先點出來 對 然後呢 對角線正中間 不要有防中針 對 然後盡量不要做開放式 跟客廳的結合 開放線出發 然後呢 對 對 缺角房呢 不要就是嚇自己 只要超過三分之一的 才叫缺角房 對 對 好啦 接下來 那最後我們有什麼報告嗎 還沒啦 你們是想要 家裡有女主人 對啊 那好朋友那麼久了 明明一個那麼好的男生 就是一直想要 找一個好的女朋友 要成家 而且我跟妳講 這次我搬清家 我新家已經買了 我新家裡面的廚具 我就打算在新家當中 我要下廚 你已經裝潢好了嗎 還沒有 但我已經想好了 我要下廚 我要學做菜 對 這樣才會有女主人 可是我卻想要做成 開放式廚房 放心的子座好不好 沒有 廚房沒有門 就彷彿在客廳一體的 那麼在客廳放瓦斯爐 不是好事 我們真的不需要 我們十年後再來 你還是一個人住在新房間 我們已經印證太多了 廚房沒有門 哪來女主的 我們是不想你放我 燒你女主 喂 你看他現在為什麼 沒有女主人 你看他的廚房 我這次見張中了 家裡的良柱 可以利用隔間來家裡修飾 而現代流行的開放式廚房 必須注意 靜堂建造的問題 只要在餐廳和客廳之間 隔一道牆壁 就能夠化解形煞了 不過話說回來 廚房還是要有個廚房門 才能夠遮擋位煞 沒有 在我家聊天還不錯 這個廚房 算是皂眉外露 不是 因為我一個人住 這廚房是建商 他們本來就服的 就小小的也不算廚房 就是可以煮泡片煮水餃的地方 他剛剛有個建議 他很痛苦的掙扎說 他的新房子 不想做門怎麼樣 我跟他講很實在的 你就做了一個門 這門其實永遠都不開 沒有關係 他其實還是開放式的 但有了這個門型 反而是一個有格局 就是你是做你愛的拉門就對了 然後一直把它放在邊邊 對 是這個意思 可以這樣嗎 可以啊 至少你要有一個門 對 有一個門 而且我跟你講說真的 媽媽如果偶爾來想要一個 像是大熱草什麼 熱草久久 你真的要拉起來 偶爾還是煎一條魚就夠了 連整個房子都... 好啦 就這樣子了啦 我認了啦 我認了啦 就不是... 做門啦 你好啦 就為了煎一條白草 真的啦 但是照片太大了 照大的話 民主人氣勢會太大 就是照小一點 照小一點比較好 那你記得白草油加檸檬嗎 我會 最後再急 我媽做白草魚是撒心理好不好 沒有火的 這個重點 今天大家... 因為照代表女主人 非常重要 所以有幾個大原則 照口 一般我們古代是煮飯 是不是照口對不對 對 真正的照口是瓦斯爐的源頭 也這個墊爐是墊的源頭 對 照口 知道嗎 這口盡量不要跟我們的 廚房的門同一點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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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這裡是廚房的門 這裡如果有一個門的話 它是在這一邊 對 照口 那照口不要同一邊 瓦斯源頭或墊爐的源頭 不要跟同一邊 為什麼 這就是有衝到... 我們衝到大門的意思 衝到這個入口 就古代就是不適合 以前古代的照口 是不是在放碳 對 在家 那照口說風吹過來 照成那個照火不穩 會吹勢失敗 那以這個來傳承道理的話 是不要像大口 OK 第二件事就是 冰箱是不是水 對 水桃是不是水 對 除了拉開之外 最害怕是 灶 在冰箱跟水桃中間 叫做 雙水滅火 這個灶火會不忘 這個才以為 雙水滅火你自己掰了吧 對 兩個水滅一個灶火 簡稱的雙水滅火 灶盡量選擇 綠色 木 紅色 包括我們所說的米色 比較能夠融入 我們灶火的需求 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是 很多人灶的方向 灶的方向 西北方 西北方叫 天門 那也代表父親的意思 如果你的灶 像西北方的話 對父親的健康 你父親的緣分 都是有大大的影響 它這個是向東的 所以沒有問題 OK 向東的沒有問題 其次我們說灶 有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盡量我們不要讓這個灶 有沒有 不要跟我們所謂的冰箱相對 我沒有 我叫旁邊 相對這非常嚴重的水果衝 女人除了催事不順之外 心情不好 情緒不好 健康 多毛病 夜市不好然後去看婦產科 對 跟月市不好一起 那之前也提過 造型無窗 也是我們今天講到造的一個重點 然後造後無門 然後這個門在這邊 直到樓台 後面台又乾淨 然後視野又超好的 是 還不錯 可是我後面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儲藏室吧 裡面只剩下家 照後有門算什麼 更大條的還在後頭 我後面這是什麼 這是屬商室吧 什麼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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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是有屎是不是 對 裡面是有屎 裡面是不是 等一下 我沒抽幹什麼 幹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對不起 你們倆是我好朋友 你們倆現在那個臉什麼意思 我的廁所一下都很乾淨 而且我廁所都超香的 所以這裡是 廁所 再說一次 這裡是 廚房 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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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廁所在哪裡的對面 廁所 廁所 好 我換一個角度問 他還不懂得 我換一個角度問 廁所是用來 吃東西的 廁所是用來 大大的 拉東西的 所以這裡是 哪有啦 沒有很順啊 你幹嘛一直不懂得 吃完就拉 不然幹什麼 邊吃邊拉也可以啊 對不對 對 對不對 我還有隔門啊 而且你還剛好對到你的燥 燥 對啊 你這樣食物煮出來怎麼會香呢 煮完就 我跟妳講我煮出來的東西 都超好吃的 然後就馬上拉 倒是廠位滿直腸子的 怎麼辦 怎麼辦 基本上 因為它這個 如果做這個門的話 變成燥 我們說的 水 浴室有個對沖 這個情況下 我就不建議它做門了 那這裡再做個門簾 利於攜帶的 讓浴室的濕氣不要外移 燥火不要內沖 那麼阻隔這個水火沖的問題 我這個門很實心耶 沒有 一開一關之間 氣會互換 對啊 你一打開 氣還是跑出來 我廁所的窗戶 算了啦 空氣沒有流通嗎 我來解釋一下 神經 你看不到的東西很多的呢 像有的人有沒有 有的人在夏天的時候 一下冷氣 一下熱氣 一下冷氣 他也有鼻子啊 他也能呼吸啊 但還是會感冒啊 等一下 什麼 什麼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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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詭異喔 你這是我在102年 民國102年 聽到最爛的例子 爛到爆炸什麼 他有鼻子啊 一熱一冷他會感冒啊 什麼東西啊 他有鼻子啊 但是一樣因為氣候 氣候改變還是會感冒啊 反正你的意思就是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就是說 廚房跟廁所的理當 不應該對象的 因為可能廚房在炒菜 也可能有油煙味或菜的 本來很香香的味道 結果廁所可能 剛好有一個比較不好的味道呢 兩個人會氣場會對調 那如果說要抵擋他的話 就是前面加個門簾 讓他的氣比較對聯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意思嘛 做Ending了 快點來 幹什麼東西 我這個房子就這樣子嘛 廁所就算再乾淨 都會有個廁所的味道 對啊 可是你不覺得我廁所很香嗎 真的 還是悶悶的啊 還是有個廁所味道 我就跟你講 我廁所有通風嗎 就是蒜香 對 沒有味煞 但再怎麼樣 它就是廁所的味道 而且你看我那個圓景 我 他現在在轉進話題 我的話題 他在轉進話題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看過那個圓景 我們現在看到那一片 就覺得你的那個 我跟你講我這個圓景還是信謝 我話 樓下來對不對 你在樓下來對不對 你什麼話題 你提他 你很久了 講清楚 沒有 每一集就講他 夠了 就是有圓景 你說每一集他講就夠 你還講 有圓景 好啦 有圓景是好 我開到那邊是沒有人 你講的 人家名字就取得好 老師 我太敏感了是不是 你太敏感了 你覺得怎麼樣 對我這種工作的人 為一口 為一口 為一口出好興隆 為人要中庸好不好 為中 好不好 這倒是 我覺得你今天講到這段話 會讓我覺得最感動的 因為我一直在尋求中庸之道 我覺得就要說 何不中道 不恩不果 唯就是依賴 中就是中庸 那你看一下我這個 憲允的事情這一段 又來了 好 我們在曾老師 要回為中風之前 趕快去看你們的房間 快 如果爐灶太大 女主人就會比較強勢 而爐灶也不宜合大門 在同一個方向 容易造成結合 家運衰退 另外也不宜夾在水槽 和冰箱之間 避免災禍不斷 更不宜在居家的西北方 容易和爸爸感情疏離 也容易傷害他的健康 而由於小馬家的廁所 和廚房相連 因此老師不建議 加裝廚房門 把廁所和廚房隔在一起 而是在廁所加裝門簾 以一併化解造側相衝 還有造後有門的問題 而一心想成婚的小馬 究竟他的臥房風水 能不能帶給他希望呢 這就是你外面 剛才那個馬座椅一下 可以走進去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走進去 你看 多寬敞 寬廣 而且你這裡是 我的機房 你機房好專業喔 對啊 你有沒有覺得機房很大 我剛剛一看我就說 這機房真的是我看過 最大的機房 因為很少人家裡的機房 可以做得跟錢櫃一樣 就是整排的耶 真的 你真的很 而且 而且你看那個機房的 整個的那個 對 而且你的機房很長耶 又深 又深喔 對啊 這都你自己設計的喔 對 我大哥啦 我大哥 我大哥給我一個意見 他覺得說你家裡 沒有那麼多電動的設備 那你不要把機房在外面 機房在外面的話 不會覺得很雜亂 可是你機房放在這 可以散熱嗎 可以 當然可以 這裡面其實很冷 我晚上就會開冷去 這裡面其實很冷 是怎樣 這裡面呢 就很冷 我常會貼冷笑話在裡面 好啦 你自己設計得好就好了 而且你才說會有壓迫 其實也不會耶 OK啊 因為我的身高嘛 還好啦 小燦你再看 小燦你那麼高 小燦你那麼高 你看阿凡達都撞不到了 我們都是以門主罩來考量 這主臥室很重要 尤其主臥室的位置跟它的床 非常重要 風水五個格局嘛 跟我們說的門神 你一個主臥室 客廳開門就見到這個床 這真正的叫做敬堂建床 建床分兩個解釋 沒有桃花或爛桃花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要小心點 所以你寧願 你確定沒有桃花 沒有桃花或爛桃花 也是啦 因為我不需要 我姓祖 我覺得我不需要爛倒 我不要 那它的危機並不是說 床角沒有正對門是OK的 但是正把這個角度 是正對到客廳直接看到 你說斜斜的也不行就對了 看到 見到 他一開門就看到啦 我說過看不到的殺就不是殺 但看得到就是殺 子萱家不是也是這樣 對 你開門就看到了 可是至少你看他的床 床 上面有床 床 卡住 白想說床位不錯 好像玉帶環壓 結果上面又有涼 重點是一定要加個門 這是連 雖然窗簾很好 窗簾很重要 多好 但窗簾 就像我們的眼簾一樣的 又像是我們的一個那個 瀏海一樣的 都有一個修飾的作用 畢竟它真的不是一個門 它不能代表門神 那你剛剛跟我講說 我開放式廚房的話 可以做個拉門 對 門 那是門不是連 不是一折一折的 就整片的門 拉門一片的門 所以 OK了解 不是那樣 是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他這邊也應該要裝一個門 即使有蓮子也要裝門 對 絕對要裝一個門 要不然你沒有門 你趕快把這個門加起來 好桃花自然就會有了 OK 加門就有桃花了 至少用門來區隔 外圍堂 內圍臥寺 對 要不然我覺得你的臥寺很棒 很棒 因為你的景觀太好了 這無敵景觀 你應該每天一早起來 對 向外看出去是龍邊 對 龍邊是不是龍洞 對 人潮 車潮 前潮 所以住進來 怎麼會不得獎 居家龍邊有高架橋 以及客廳挑高 還有書房在夾層屋的上方 讓小馬的事業一路望到現在 而門具有保護的作用 通常房間都要裝門 才能夠睡得安穩 增加隱私 而如果你家有靜堂建床的問題 最好在房間加裝過膝門簾 以遠離爛桃花喔 住樑一定要看守清楚 是 第二個 門的改變 是不是造成門對門 第三個 對於房中針的格局 除了注意之外 重點在於 側是不可以移的 側移動的話 對 其實就是 格局的方針 所謂的三角形或刀形的 都千萬不要去做一個參考 好啦 這樣子 你用這個標準來看的話 不可能是新房子 你要自住還是投資 一定都保證賺錢的 對 對 真的 那幫說你搬新家 會找我們去嗎 一定會的 那你趕快加個門或女主 你搬的新家記得很 沒有 我剛剛老師講的 因為我覺得我都有聽到 對不對 尤其是我會注意到 遠景這件事情 要有遠景 有... 這次的半張要遠景很長 真的... 好不好... 太棒了 OK嗎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三遠見 謝謝